亚投行金本位改革具体问答22 QE美国对于欧债问题态度为何 这几年美国不断喧嚣 渲染 扩大欧债的问题 实质就是搞散欧元区的向心力 美国成功的第一个证明是 欧盟最大成员国英国不加入欧元区了 美国希望未来要做的工作 也是正在做的工作 是推动德国退出欧元区 QE在2016年美元崩盘前市场对美元价格反映是否合理 在2015年美元崩盘前 美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只有1%到2% 但美元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的60% 2015后走下坡 2016大衰退 价格和价值之间是一种错觉 走势和格局之间是一种误判 对经济影响和定位就会出现混乱 过去的价格以需求为主 而后来是投资 投机决定价格 炒作货币就是个名证 Q3美元真实的价值与价格关系为何 美元的价格 远远高于其真实的价值 世界对美元的信任并不是基于美国的经济 因此这种信心是十分脆弱的 很多人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 美国的经济正在复苏 这种乐观的观点忽略了美国真正的危机 即将到来的2016年美国国债和美元危机 当世界意识到美元是美国皇帝的新衣时 美国真正的危机才算来临 一旦美元霸权开始瓦解 美国在江湖上的狐朋狗友们 将立刻强盗众人推示的 真相抛售手中的美元 那时 美国人才会意识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不过是一场热身而已 世界对美元的错误的信心短期内赐予了 美国人免费的午餐 并使得美国人错误的认为 即使不生产也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但是世界的苏醒 和对美元的抛弃 将让美国人认识到过去的繁华 只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之上 那时的美国人将不得不重新勒紧裤腰带 晚期袖子开始生产 停止借贷消费 重新储蓄争取尽快地实现工业的现代化 同时接受一个严重下滑的生活质量 亚投行金本位的金元正义之师 即将出现 大大改变世界经济发展 走向更健全的道路 每单位的金元货币价值等同于 弱干重量的黄金 及货币含金量 是世界所创造的纸上价值 与黄金储备多少完全无关 Q4何谓美国泡沫经济 针对美国泡沫经济而言 是指一个经济中的一种 或一系列资产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价格泡沫 并且泡沫资产总量 已经占到宏观经济总量的相当大的比重 而且泡沫资产还和经济的各个部门 发生了直接或间接性的联系 并且一旦泡沫破裂 将给经济的运行带来困境 或者引发金融倒退 或者引发美元危机 具有这样特征的国民经济 称之为美国泡沫经济 和沫经济在沫披护或维修中的用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